如果要说起菲利普的耳机 最深入人心的肯定就是9500和X1了 不俗的音质使其成为消费者十分热衷的产品 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要和大家聊菲利普的Hi-Fi耳机 而是要聊菲利普新推出的一款游戏耳机 TH-H401 看看在Hi-Fi领域颇有建树的菲利普 来到了游戏耳机的战场上 是否能做出一款不错的产品 外观上TH-H401采用了红黑的配色 主体部分为塑料材质 在耳机的外侧有两个白色的呼吸灯 和一圈白色的线条作为点缀 除了红黑的配色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电竞元素 属于买了价格也不知道你是用来打游戏的那种外观 对于我而言 游戏耳机作为重要的就是舒适度 放假的时候开始快乐的Dota 2 一般游戏都是三个小时打底 五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 不少耳机人体工学设计的就有问题 加上我属于大头一族 玩完以后耳朵夹得深腾 头顶也被耳机的重量压得十分难受 某些游戏耳机表面上是耳机 实则是天灵盖粉碎者 而TH-H401整体重量仅有199克 这个重量基本上是 头戴式游戏耳机里面最轻的一款 搭配上十分柔软的PU耳罩 和可以调节的头梁设计 佩戴舒适度上我可以给满分 长期佩戴 耳罩会不可避免的 击纳一些汗液和灰尘 这次TH-H401的耳罩 也采用了可拆卸的设计 清洁起来还是十分方便的 除了舒适度外 一款游戏耳机的本分 当然也包括听音和时音 我们先来聊聊听音的部分 对于设计游戏而言 方位的声音是否精准 可能决定了一场竞技游戏的胜负手 而对于有着灰红场面的3A大作 听音是否震撼 则决定了玩家是否有更好的沉浸感 TH-H401这次也搭载了 Direct Audio的音频技术 是一家瑞典专注数字声音优化解决方案的公司 在2019年的MWC上 就已经展示了 Direct 3D Audio的相关技术 相比杜比和DTS 这种技术对声源没有苛刻的要求 安装好驱动 使用TH-H401的线控就能开启 Direct 3D Audio和Direct HD Sound功能了 这里比较推荐使用Direct 3D Audio功能进行游戏 而使用Direct HD Sound功能进行聆听音乐 相比功能关闭状态 在CSGO的游戏中 开启3D功能会让你觉得脚部的声音 相比其他声音更加分离和清晰 在判断敌人位置的时候 干扰会更小 同样的使用感受在守望先锋中也类似 敌人的脚部声和移动音效分离度更高 更容易听清楚具体的方位 而在起码于坎尚2 这种场面比较混乱的声音场景中 开启3D功能后 能感觉到敌人在四面八方围绕 很有战斗的临场感 但如果用3D功能听歌就会带来一定的失真 并且把原本不存在的声场 强行添加 有种比较奇怪的听感 所以听歌的时候不建议开启 Direct 3D Audio功能 而在开启 Direct HD Sound功能后进行音乐聆听时 人声会更加突出 而伴奏和人声会有一定的分离 相比之下 我觉得体验最好的还是3D音效加游戏的组合 不管是竞技类游戏 还是场面灰红的游戏中 均能获得不错的体验 除了控制音效 这款耳机的线控也能轻松的调节音量 和对麦克风进行静音 视频的最后 我来总结一下这款耳机的优缺点 优点是 佩戴十分舒适 比我带过的所有游戏耳机都要舒适 配备Direct的音效加强了其表现力 尤其是在游戏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同时功能设置简单 没有复杂的界面 只需要在线控上简单的按按钮 就能轻松设置 缺点上 外观质感稍有欠缺 虽然塑料本身不容易出质感 但是我自己也是个天见的用户 同位塑料 TAGH401的质感确实稍差一些 菲利浦没有单独设计一个游戏子品牌 两旁的菲利浦logo搭配游戏耳机 确实有点出戏 还有仅支持USB的方式连接 使得其使用场景大大缩减 最后499元的售价 我觉得相比同价位的竞品 TAGH401有着更轻的重量 更好的佩戴舒适度 和更为新颖的 Direct音频技术 如果你是务实主义者 这款耳机还是十分值得推荐的 这里是清电科技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得还不错 欢迎见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